我们今天的阵行的部分 我们学习的是无怨无悔的 从116页的第三行开始 116页的第三行开始 继续学佛智大师对广说 所应忏悔的最里面的第一个 道取三宝物的这边的解释 那我念一下这个原文 那如是若于佛法二宝之信财 自证夺取 好那这是佛智大师的解释 就是对于人家供养佛宝 法宝的这种信财 如果你自己直接去夺取 那下面郑如老师有解释 如是于佛法二宝的信财 自己夺取了 还有叫他夺取 借人家夺取 心里深欢喜 觉得这个人聪明 怎么这么多小主意 有这么多办法 可以得到这么多受用 就是那些很奇怪的 没有因果见解的心思 其实随喜罪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把偷东西的那个人 请来吃一顿饭 庆贺一下 是这样发生的吗 怎么发生的 笑咪咪的 暗地的高兴 心理赞叹是这种 它是一个心理活动 随喜可以解释为心理活动吗 我现在了解的是这样 所以看人家造罪的时候 你一个欢喜心就成了 真是太亏了 这是第一段 所以正如老师在这里边讲 这个 你看到人家夺取的时候 你不要心生随喜 你觉得这个人这么聪明 有这么多小主意 小手段 有办法得到这么多受用 然后随喜罪怎么发生的呢 不是说你把偷东西的人 请来吃一顿饭 庆贺 不用到这种程度 这是心理活动 你只要暗地里高兴 心理赞叹 好 你一个欢喜心 看人家造罪的时候 那就成了 那就变成 随喜好的 随喜功德一样大 那随喜不好的 也是随喜的这个恶业 也会变得一样大 这个正如老师说 太亏了 太亏了 不过这边也就跟大家 平常学习佛法的政治见有关 其实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次那个时候 师父派我去外地的一个寺院 好 然后跟那边的法师一起学习 其实我当时看到一个现象 我也蛮不忍心的 其实那时候我看有一个年轻人 他是在外面工作 但是他自己选择在寺院搭火 他自己选择在寺院搭火 就我们法师每一餐吃 他也坐在那边吃 好像那个寺院也是一个十方道场 他也没有太怎么区分 反正这个就是 大家要用业果好好管理自己 那我后来才知道说 他每一餐都跟法师吃一样的 然后可是问他每个月 投多少钱还常住呢 他说二十块 二十块 我那时候就想 可能应该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法师有时候人家会栽生 都是供养很好的东西 栽生的东西其实认真讲 身上没有开许 你是不能受用 但是那个年轻人可能 那个时候我看他的表现 就有点像曾荣老师这边讲 他觉得他好像找到一个 很便宜的吃饭的方式 可以维持他的生活还是怎么样 他就这样做 那时候心里其实觉得蛮可惜 就是这边讲 因为无知 没有政治界 没有跟随市长学习 这边我也稍微说一下 其实我以前说过 一般世界人都讲 不知者无罪 其实佛法里面正好反过来 都是无知的人才造最重的罪 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怎么回事 不知轻重厉害 都很容易造下最重的罪 好 那后面曾荣老师说 供养佛法的信财 没有经过开许 就自己受用了 那大家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福治生团法师 都不受供养 其他生团的也是这样 不会发生给你供养 请你把它供给寺院 然后你没供就偷偷收留了 这样是吧 这是典型的 所以你转给人家的时候要注意 有哪个红包你忘了 这个就有点危险 虽然不能说就成了这个 但是要记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 供养佛法的信财 没有经过开许就自己受用 就变成这边讲的夺取三宝物 那我们平常的现行会是什么样的 那曾荣老师 我们现在福治生团的法师 都不收供养 是会收 比如说我出来讲法 也会有很多人给我供养 但是我们这个供养回去 就会供养出去 这个供养师长 供养生团 那有的时候 居士还有一些供生团 也会供到每一个法师的手里 我们生团的做法 就是每一个法师都登记一个账户 平常是根本不准你随便拿出来花 你要看病可以 提前钱出来花 然后你碰到有市长来 有法会 你想供养可以提前钱出来花 其他你说 我想拿这个生团 干什么干什么 买一个什么好玩的 那就变成连门都没有 是这样子的状态 那曾荣老师说 其他生团的管理也应该相信是这样的 就不 但是呢 后面曾荣老师就提醒我们 要注意一个事情 说这个 如果有人 这个托你要转供养给 佛法生宝 那你转给人家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说拿一个红包你忘了 这个就有点危险 虽然不能说就是这边讲的这个 自证夺取这个三宝信财 但是呢 要记得很清楚 因为毕竟是这个 该供养佛法生宝的这个信财 然后结果你耽搁它了 甚至你让它最后没有收到 这个过失还是很重 因为你碰到的是我们刚刚讲的福田门 聚力业门 所以曾荣老师说 这个要记得很清楚 好 好 所以就慢慢养成习惯 有了这个正知见的时候呢 我们碰到师长三宝的这些对劲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很谨慎 很谨慎 其实我也看得过师父这种很谨慎的态度 以前像师父法会 大家会供养师父供养金嘛 那师父就会找我们法师 一起帮忙点供养金 我那个时候点供养金的好习惯 都是师父教我养成的 师父一定教我们 每一个红包钱凑出来之前仔细看 它这个红包上面写的用途在哪里 因为有的人字可能写得很小 有的人可能字写在折缝里面 你没注意一抽出来 钱一混在一起 然后发现又有个用途 你也不知道原来是多少钱 都很麻烦 抽的时候就很小心检查 然后整理钱的时候 那个钞票也是一样 头对头 脚对脚 分门别列 然后一百张一叠这样 都整理得很清楚 那都是师父亲自带我们做的 其实我觉得师父传递的就是这种 对师长三宝的信财 你要很谨慎 你要很谨慎 而且这个都是大家 用虔诚的信心供养的 对不对 你认真这样对待优秀水洗 其实你自己也累积功德 这个都是师父以前在 跟我们一起点供养金的时候教我们的 后来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你知道吗 居然到什么程度 我始终印象都很深 因为我们每次都把钱点的 整整齐齐的 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们把钱送去银行存 送去邮局存 那个办事员都非常方便 对啊 他整叠整叠整理好了 他拿手数一数 还放到点套机上数一数 一下子就完事了 对他们来讲就很方便 结果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去帮忙 存一次法会的供养金的时候 居然有一叠算错了 少了一千块台币 有一叠不小心算错了 少了一千块台币 可是我存款单都写 而且邮局马上就要关门了 结果呢 那个办事员居然跟我说 没关系 我今天先帮你存这么多进来 你明天自己送一千块来补就好了 就这样 就这样 也让他造了善业 后来我才发现说 哦 师父这个做法很好 其实就会让 所有经手这些三宝信财的人 你自然而言就会生欢喜心 你自然而言就会生欢喜心 帮很深远的用意 帮大家结了善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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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